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試試看贊 不是贊Alex做餅 很害怕 今天贊了什麼 和餅都有關 真的做餅 大家先吃一下 是做麵包 做麵包 漢堡包 有什麼值得我們去贊他 大家有沒有留意現在一天午餐 大約多少錢 平均吧 你們不要管誰 我之前在中環上班 沒有60元就不掉 好 我那些很難吃的 迫著吃 吃完之後可能會生神石 那些很鹹的 都說三四十元 我們現在這間社企 香港有一間社企 在屯門 叫做樂融融餐廳 漢堡包很大的 大家看到 這間是社企 樂融融社企 27元一個漢堡包 手打的芝士漢堡包 還有飲品 沒錯 一個套餐 簡直是午餐套 27元 有些名廚去試吃 就說好吃 有什麼肉 我看見他 真的瘦打好肉 你看這個包 很大的 一定有吃 這個不是麥當當的巨毛霸的尺寸 是那些真的 說一下 這樣擺 美式的 擺不大口 而且你看到這個包 其實都不是用紙包 都淋了 真是新鮮 上給你的 最重要的是他在社企 為什麼是社企 他是用什麼人 甚至有什麼背後的 mission 他是請精神病康復者 或者新移民婦女 他們都說是過度的 就是希望培訓了他們 令他們投身其他 可能餐廳 或者商業一點的餐廳 就是讓他們在這裏 學了怎樣做樓面 怎樣做伙計 不過我前一陣子 這個勾起 我前一陣子 剛剛去新加坡 做一些交流 跟社企一起去 很多餐廳社企一起去做交流 他們去當地 新加坡那邊去做一個交流 很多都是餐廳來的 有肉骨茶 又有些恐怖包店 又是社企 就是專用一些曾經是黑幫 他們請回一些曾經 坐過牢的朋友去做 但是第一件事 他不是跟你說這些東西的 社企 他說一定做社企 一定要賺錢 沒有賺錢的話 那些你不要做 那肉骨茶好不好吃 肉骨茶OK 你又理這些 不是 那好吃才賺錢 別人說最後的精神 不要說贊錢 他意思是一定要賺錢 因為他說 就算你有多大的能源 你多想幫到人 你幫精神病康復者也好 幫曾經是黑社會的人員也好 坐過牢也好 老人家也好 如果你不賺錢 你連自己的生活都搞不定的話 那個就不是一個 根本就 你不要做 所以不要想 你說做做社企 是不是一定要像慈善團體這樣 百萬百元出來 如果反過來 如果像慈善團體這樣 他就不是社企 對 所以香港經常搞錯 沒有的 我們接了很多人 說你是社企 你賺那麼多錢 你要賺錢嗎 我當然要 你不是有政府資助嗎 很多人 會有這樣的思想 所以新加坡那邊 就很成熟 他們那邊 知道你是社企 他們是真的 你要賺錢 就給你賺 反正我都要吃飯 我不會因為你社企 我覺得你這間 航母包店 甚至是餐廳 我是給少一點 而得到大大的航母包 沒有一樣東西 所以 我起碼可以二十七元 他真的可以捱得到 否則 你再大的理念 都沒有用 因為你不賺錢 你要倒閉 不過我想他沒得到的 那就可以了 我想解釋一點 手打牛肉 手打蟹蟹蟹 那些 是不是好像 食神那些 因為其實他原諒 駱文慧那些 老人家說 如果用攪拌機 會有一種叫做 刀聲 即是一種甜味 是啊 刀聲 即是那些 鋼的聲味 所以一些人會強調手 不過手打 意味著什麼呢 人工的 成本 這樣的人 你以為是莫文慧 為何每個都拼了一條舌頭 他營運了七年 所以我覺得值得一試 那我都去成本 下次也下錯了 就不用停邊吃邊做